沙特官員說週四在盛城惑加外發生踩踏事件 參加年度墨加朝聖的人中至少有717人死亡 還有805人受傷 踩踏事件發生在墨加爾東幾公里的米納 朝聖則在那裡參加石擊惡魔儀式 這是墨加朝聖的最後一項活動 之後信眾將會慶祝古爾邦節 沙特民防部門主管在推特上報告傷亡人數 並且發表照片顯示救援人員 正是用擔架將雙元抬上救護車 過去25年裡 墨加朝聖期間發生過多宗致命踩踏事件 每個身體健康的穆斯林一生當中 必須參加一次墨加朝聖 因此每年都有大批人前往沙特 參加這個為期五日的活動 今年的朝聖者大約有200萬人 1990年的踩踏事件最嚴重1400多人死亡 1994年2004和2006年的踩踏事件當中 分別都有200多人上升 運命館 分別尽力 ARR 炭 ACL 夢